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弘扬人间大乘佛法 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卢台长秉承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精神 以智慧妙法 白化佛法 指导现代人生 慈悲度化120个国家与地区 一千万人走入佛门 破迷开悟 改变命运 创造无数人间奇迹 令众生消灾离苦 社会和谐 世界和平 至今 卢台长亲赴亚洲 欧洲 美洲 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 举办一百多场同洋佛法的大型演讲 震撼轰动国际社会 近年来 卢台长更将中华文化与佛法的和平理念 推广至全世界 屡获国际殊荣 2012年英国伦敦世界宗教联合大会 授予卢军红台长世界和平奖及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卢台长也应邀登上哈佛大学讲堂 并获得意大利名校西耶纳大学荣誉课作教授 国际佛教大学荣誉教授 英国西苏格兰大学佛学与哲学讲师 马来西亚拿都终身荣誉爵位 澳大利亚太平绅士 并在联合国 美国国会 德国柏林 美国宽容博物馆等地举办的世界和平会议上 多次获得世界和平奖项 卢台长还荣誉入选2014中国人物年鉴 并于2015年9月应联合国大会主席邀请 在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平文化高峰论坛 2018年5月 卢台长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获得授予世界宗教和平大使 世界杰出慈善大使 2019年5月 卢台长应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魏赛节庆典上做主题发言 使佛法精髓与和平理念走向世界 新年一时 我们再次相聚在悉尼 共募佛光 共瞻法喜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佛光普照 甘露变洒 感恩卢君洪台长 慈悲成怨 普度有缘 也特别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 佛友们 义工们 感恩大家 现在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恭请尊敬的卢君洪台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迎新年 慈悲喜舍观音献 一朝醒悟佛性见 称恨烦恼恼化云烟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 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 感恩各位嘉宾们 法师和来自世界各国的佛友们 义工们 大家好 2020年的新年 佛光普照 台长非常高兴 再次与大家在悉尼相聚 共沾法医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 学习佛教精髓 让中华文化与佛陀的智慧 发扬光大 利益众生 要让每一个家庭幸福 社会稳定 世界和平 台长在新年之际 祝愿大家 新年进步 福会双修 学佛精进 有求必应 当今世界天灾人祸不断 在2019年底 澳大利亚的山火 已经造成了八千只数熊被烧死 数千人无家可归 新西兰的火山爆发导致几十个人的上升 1月8号 乌克兰一架飞机坠毁 180人全部上升 最新的调查显示 有近三百万澳大利亚人患有忧郁症 并且正在服用抗忧郁的药物 也就是说 大概有每八个澳大利亚人当中 就有一个在服用抗忧郁症的药物 美国华盛顿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显示 澳大利亚新增的癌症病例 数据高居全球第一 所以2020年新增癌症的患者近十五万 据统计 三分之一的癌症 是由心病而产生的 至少有百分之四十的癌症患者 死于心理的因素 他们包括孤独 恐惧 绝望 极度的悲哀和伤心难过 怨恨情结 悲观情绪非常容易诱发人的癌症 导致心脏衰竭死亡 佛法讲万物违心造 人生苦乐参半 无休止的欲望 只会造成人间的烦恼不断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凡事有度知足常乐 才能获得身心的健康和幸福啊 现在很多人为了获得现实的利益 甚至有时候上市 人本来应该有的善良本性 正所谓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在今年六月 泰国二十五岁的女子 叫坎查纳斯里松 因为她的男友吸毒坐牢 急需保释金 为了在短时间内 获得巨额的资金 帮助她的男友 她不懈故凶 试图杀害五十五岁的母亲 以便能继承母亲的大量遗产 并从银行领取保险金 最终被判刑入狱 在今年八月 俄罗斯一名成绩非常优异的 多次获得学术比赛冠军的优秀学生 因为嫉妒妈妈对弟弟的疼爱 痛下杀手 用斧头砍死了她的妈妈 和双胞胎的弟弟 和祖父祖母之后 自杀身亡 贪嗔痴慢疑 如同毒蛇一样 伤害着我们的心灵 人在善恶一念之间 所以一念恶击中恶因 一念正既得善果 学佛修心 唯有让佛心永住在心中 在虚幻的世界当中破除妄念 心佛合一 用无我力她的四红大愿 培育心中的莲花 才能成就你心灵的净土 一事修成 报佛恩啊 台长今天晚一些时候 还会跟大家讲 2020年会有哪些灾 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在末法时期 天灾人祸 人只有学会感恩 才能幸福每一天 人只有知足 你才能快乐每一天 一个学博人的善良 是你生命中的倒影 在我们的心中 任何的一个善念和善行当中 我们都会看到 一个更善良的自己 记住了 相由心生 乐由心生 福由心生 一个心存善良的学佛人 必定是一个慈悲之人 很多人的成功是因为懂道理 很多人的失败是因为他失去了道理 什么叫道理 道理就是你能够懂得 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要面对自己 人生最大的失败是骄傲自大 人生最大的无知 那是欺骗 人生最大的悲哀 那是嫉妒啊 人生最大的错误 那是自暴自弃 人生最可怜的心情 那叫自卑 人生最大的罪过 那是我们天天都有的自欺欺人 人生最可佩服的 那是精进 记住了 人生没有什么破产 事业上和你的前途上 任何的破产都不是破产 人生的最大破产 那是绝望 人生最大的财富 那是健康啊 我们人一生欠别人最大的债务 那是情债 人生最大的礼物 那是宽恕别人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那就是布施啊 在1940年11月27号 有个青年 他出生在美国三藩市 英文名字叫布鲁斯利 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演员 他从小就有跑龙套的机会 就是做群众角色的机会 于是他产生了想当一名演员的梦想 可是由于他身体非常的虚弱 父亲就让他拜师学武来强身健体 在1961年 他考虑了华盛顿州立大学的主修哲学 后来他像所有正常人一样 结婚生子 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一刻也没有忘记 要当一名演员的梦想 有一天他也与一位朋友 谈到梦想的时候 随手拿起了一张小纸条 写上了自己人生的目标 我布鲁斯利 将会成为全美国最高薪酬的超级巨星 作为回报 我将奉献出最激动人心 最具震撼力的演出 从1970年开始 我将会赢得世界性的声誉 到1980年 我将会拥有一千万的美元的财富 那时候我与家人将会过上愉快和谐幸福的生活 当他写下这张便条的时候 他的生活正是穷困潦倒的时候 不难想象 如果这张便条被别人看到 一定会引起别人的哈哈大笑 然而他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中 为实现梦想 他克服了无数次难以想象的困难 比如他曾经挤住神经受伤 在床上躺了四个月不能动 但是后来他却奇迹般地站了起来 在1971年 《命运之神》向他露出了微笑 他主演的唐山大兄 金武门朦胧过江 竟刷新了香港的票房记录 在1972年 他主演了香港家和公司和美国华纳集团 合作的《龙争虎斗》这部电影 成为一名国际巨星 被誉为功夫之王 在1998年 美国《时代周刊》 把他评为20世纪最英雄偶像之一 他是唯一路选的华人 他就是李小龙 一个迄今未知在世界上 享有最高信誉的华人明星 后来他签的这张辫子 被一位收藏家 以两亿九千万美元的高价买走 当时还有两千份 合法复印的副本 也被抢购一空 拍卖会的主持人当时激动地大叫 哎呀 这张辫签啊 就是可能你成功的原因之一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人要有信心 要有目标 要活着 有意向 一个人精进自会快乐 知足就能长乐 事业先苦后乐 人生自得其乐 精神充满欢乐 岁月随缘就乐 生活助人为乐 学博要懂得 普天同乐 学博人更应该 以一种更为积极宽容和善良健康的心态 去看待人间的所有事情 你就会能得到别人的慈悲的回报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讲 种瓜得瓜 种豆得豆 种下了理解 收获了宽容 种下了谅解 你会收获了和谐 种下了挑剔 你会长出别人对你的埋怨 种下了指责 你会长出了祸根 我们人的家不在于大小 在于温馨 我们的心灵不在于 你和对方的距离 在于相通 人一辈子的健康成长不容易 跟树木一样 总会生出旁之一叉 只要不要忘记 常常地去修剑 我们学博人不要怕烦恼和困难 经常好好地修修你的心 你将永远得到顺利的回报 记住了 记住了别人的东西再好 也是别人的 少看别人的 多想自己拥有的 你才会拥有真正的幸福生活呀 有一个笑话 说在精神病院走廊里 有一位病人对着另外一个病人 他抱着个鸭子的精神病人 这个对方过来个精神病人 抱了个鸭子 这个病人就跟那个人说 老兄啊 你怎么带着这么瘦的狗出来散步呢 抱着鸭子的精神病人说 你神经病啊 你看清楚点啊 这是鸭子啊 不是狗啊 但这位精神病人亲密地说 你才神经病呢 我又没有问你 我问的是鸭子啊 这个笑话告诉我们 当自己有病的时候 你才会感觉到别人有病 所以很多夫妻吵架 你说他神经病 他说你神经病 两个人都有点病 当自己想不通的时候 你才会跟别人去争去斗 这个世界上树林子大了 什么鸟都有 每个人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 不要指望别人对你的认可 因为自己你最了解自己 也不要去指望别人会陪你一辈子 因为当你生活失去光芒的时候 师父告诉你们 连影子都会离开你的 所以一个人的心态要善良 要自己拥有自信 台长告诉你们 一个人心里衰老 有两个标志 你们记住了 如果你们知道 自己心里衰老不衰老 有两个标志 一个是整天抱怨和后悔 第二个是 整天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有智慧的人想得通 学博的人看得远 人生不就是一吃了之 一睡了之 一骂了之 一笑了之 一走了之 一死了之 一埋了之 有什么可以难过的 有什么可以伤心的 想想自己现在的年龄 过去的伤心和幸福 早已化作云烟了 好好地珍惜你现在拥有的 那是你当下拥有的东西 也就是你唯一拥有的 所以学博修心 海纳百川 有事不要忘心里割 你的身体才会健康 你的会命才会去除烦恼 拥有长寿之相啊 有一位青年总是埋怨自己 时运不济 发不了财 整天愁眉不展 有一天 他遇见一个虚发皆白的老人 他问 师父 为什么我总不快乐 你说什么 师父 我不明白 为什么我总是那么穷啊 穷 孩子啊 你很富有嘛 这从何说起呢 老人家 老人说 假如现在 斩断你一个手指头 给你一千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那斩断你一个手 给你一万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假如有人要画你的眼珠 给你十万元 你干不干呢 不干 假如让你马上变成八十岁的老人 给你一百万 你干不干呢 不干 那假如别人让你替他去死 给你一千万 你干不干呢 不干 这就对了 你已经拥有了一千万的财富了 人为什么整天要哀叹自己的贫穷呢 这个青年突然什么都明白了 如果你早上醒来 你发现自己还能自由地呼吸 你就比在这个星期 离开人世的人有福气 如果你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危险 失去亲人的孤独和伤痛 病痛的折磨 你没有经受过忍饥挨饿的难受 你已经好过世界上五亿人了 如果你的身体还能不靠别人自己走动 你已经比世界上十亿人幸福 如果你的冰箱里还有食物 身上有足够的衣服 你有房屋的生活 你已经比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人富有了 根据联合国世界粮食数据显示 全球有三十六个国家 目前正陷于粮食的危机当中 全球有八亿人出于饥饿状态 而在非洲大陆有三分之一的儿童 长期的营养不良 全球每年有六百万学龄前的儿童 因为饥饿而夭折 如果你的银行账户还有一些存款 你的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金 你已经身居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百分之八之列了 如果你能听到台长这段话 那么你比全世界有七千万聋亚人幸福的多啊 人应该学会知足了 我们人的一生会遇到各种不幸 但快乐的人 因为懂得知足而珍惜的人 才能真正的拥有啊 看破放下才能救度自己 有一个不会游泳的人不慎 跌入了一个食堂 他的四肢拼命的滑动 大叫救命啊救命啊 因为他不会游泳 他越挣扎身体越往下 成的快 到了最后 他想反正就要死了 死就死吧 他心一痕 全身放松 手也不动 结果身体浮了上来 我们学博人也是如此 遇到事情 越紧张 越容易坏事 越看破越放下 不执着 反而越容易成功啊 人生的财富不是你拥有多少钱财 拥有多少不动产 而是你帮助过多少人 救度过多少人 你影响过多少人 在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还有多少人在怀念你啊 当今世界红尘滚滚 一个青年从冰冷的湖水当中 救起了一位醉酒落水的长发男子 微观者都被这个青年 舍己救人的精神所感动 并为他热烈的鼓掌 谁知这个青年 一双眼睛只在人群当中 早来早去 最后没找到 他高呼到 刚才是谁瞎了眼睛呢 说落水的是个漂亮姑娘 我才跳下去的 现代人做好事救人 都要有选择 在明文立扬中不能自拔 你若成功了 在这个世界当中 你若成功了 你吃青菜 人家叫你养生 你如果失败了 你吃青菜 人家叫你寒酸 现代男人 喜欢女人的美丽漂亮 而女人喜欢男人的甜言蜜语 所以女人学会了化妆 男人学会了撒谎啊 生活中的假话 如同台词 常常背熟了就说 真话像咳嗽一样 很多的时候 是在你控制不住的时候 你才能听到他说的真话 当你放下面子谦虚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懂事了 你接近了成功 当你用钱 在赚回面子的时候 说明你在五欲六成当中 当你用面子可以帮人的时候 当你用面子可以帮人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是个圣人了 当你还停留在小餐馆里 喝酒吹牛 啥也不懂的时候 天天讲面子 说明你这辈子也就如此了 生活总是嘲笑我们太年轻 可是青春一去不复返 人其实很傻 经常犯错 但要想一想世界这么大 最傻的最吃亏的 还没轮到你呢 别放在心上 好好地学佛 下次不犯救世了 新年到了 我们要忘记去年迎来新年的曙光啊 如果一个人耳根太轻 只能让你的心变得更加的沉重 亲眼看到的那未必是真的 何况只是听说 所以不要太斤斤计较 很多人在家庭当中 跟亲戚朋友交谈交往当中 感情很好 但是台长告诉你们 感情再坚固 折腾多了 也会出现裂缝 天太亮 如果不珍惜 白天也许就是你的黑夜啊 台长在节目当中呢 经常246回答听众问题 在12月14号的周六的联谊会上 在Asheville 台长 给佛有看涂疼 看出他一个手臂很酸痛 肠胃和泌尿系统不好 眼睛经常流眼泪 脾气很大 台长看出他肚子里有肌瘤 还不止一个 还看出他胆里有泥沙样的石头 听众说医院也化验出来过 请大家听下录音 谢谢大家 感恩大慈大悲 观世音谱色 感恩师父 慈悲 给我看图腾 我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六五年的蛇 你有一个手臂啊 很酸痛哦 是 对的 肠胃也不好啊 对对对 密尿系统不好 腰酸 对对 你有一个眼睛以后要当心的 有一个眼睛有个灵性 让你经常流眼泪干 是是 脑子不大好 嗯 有时候脾气很大 啊 是的 嗯 关节也不是太好 对的 对的 嗯 你好像肚子这里 怎么有一个小的 肌瘤 对了 肌瘤 厉害厉害 说对了 而且不止一个 啊 对是 师父 我要讲讲你的胆 啊 胆也不好 经常右面腹脏 对对 是 是 胆里边有泥沙样的石头 是 花言过出来不大 花言过 感恩师父 感恩师父 谢谢大家 这个其实是录像了 就是两星期吧 两星期 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讲迈克 他是一个美国餐馆的经理 他每天呢 这个人非常拥有好的心情 当别人问他 你过得怎么样啊 他总是有好消息告诉你 每一天都心情很好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他都是面带微笑 看到他这种情景 很多人非常的好奇 有一天他的朋友问他 哎 我不懂了 麦克啊 没有人能够总是这么乐观的呀 你是怎么做到的 这个麦克回答 每天早上 我起来总是告诉自己 今天你有两种选择 一种你可以选择好心情 还有一种选择坏心情 但是我总是选择好心情 即使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也是选择好心情 因为我不想做一个心灵受到伤害的人 使自己更加痛苦 所以很多人来跟我抱怨 我可以接受抱怨 但是我选择更多的 就是光明的一面 去劝导他改变自己 这个朋友说 哎 麦克 你说的也不是这么容易吧 每一个人烦恼来的时候 怎么笑得出来呀 他说 的确如此 实际上生命就像一串选择 每个情况都是一种选择 如果你选择跟别人交往 你选择别人是否会影响你的心情 你有时候会选择你的心情是好是坏 好的去做 不好的去不做 就会影响到你的工作 数年之后 没想到麦克经历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一天 他忘记关上餐厅后面的门了 结果早上 三个凌晨 武装歹徒闯入 他们的饭店后门来抢劫 他们要麦克 马上打开保险箱 给我打开保险箱 你知道那些歹徒啊 他们希望时间快啊 拿着枪指着他 还这么抖啊 这个麦克呢 过度紧张了 开保险箱的时候 弄错一个号码 这个歹徒以为他是有意的 一紧张 开他一枪了 麦克很快地躺下来了 然后这些歹徒逃走了 送到医院抢救 经过15个小时的外科手术 这个麦克终于出院了 但是有块蛋皮留在他的身上 事情发生六个月之后 他的朋友遇见了他了 朋友就问他 你最近怎么样啊 他说我很幸运了 他说你知道我的事情了吗 朋友说知道了 他说你要看看我的伤口吗 朋友说不要了 不要了 我只想问你 当那些强匪进入你房子的时候 你的心情是怎么样 麦克说我第一件想到的事情 是我应该锁住后门的 当他们击中我之后 我躺在了地板上 我还记得我有两个选择 一我可以选择生 二我会选择死 所以我选择活下去 你不害怕吗 麦克继续说 医护人员真的了不起 他们一直告诉我 没事放心 但是当他们将我推到 紧急的手术台的时候 我看到医生和护士 脸上忧虑的神情 我这是真的下坏 在他们的眼里 我好像已经看到了 我的末日 他们已经在说 他已经是个死人了 所以我知道 我必须要采取行动 他的朋友说 你已经躺在床上 你采取什么行动啊 麦克说 当时有个大个子的护士 用吼叫的声音 问我一个问题 他问我 你是否对什么东西过敏啊 喂 喂 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 因为大家知道医生开手术之前 要问这些事情 他回答说 有 这时医生和护士全部停下来 等他的回答了 没想到他生生的吸了一口气 喊道 我对子弹过敏 请你们把我当一个活生生的人来开刀 不要把我当个死人来开刀 医生和护士都在笑 脸上的忧虑神情渐渐消失了 他们笑完之后 动完手术告诉他 你应该没有问题了 你可以选择了 他说 我选择活下去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人不能选择天气 但是你可以改变你的心情 生活充满的选择 每天你都能选择 享受你的生命的乐趣 或者你将用无情的烦恼 去憎恨你活着的生命啊 现代人把别人的谎言都当成誓言 有时候又把别人的誓言当成谎言 记住了 誓言和谎言最大的区别是 谎言是听的人当真的 而誓言是说的人当真的 有一个小笑话说 现代人夫妻啊 彼此怀疑对方 有一对夫妻一起看新闻 新闻说有一对夫妻经常吵架 有次吵架之后 妻子一气之下 就毒死了老公 看完了这个新闻之后 他老公叹气道 哎呀老婆呀 你说这女人现在也够狠的 竟然用毒药 毒死了自己的丈夫 要是我惹你生气 你可不要学她哦 他老婆说 哎 现在的新闻报道啊 这么一点都不详细的 也不说说 毒死他老公 到底用的是哪种药 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 智慧是无穷的 庄子在列预寇当中说 对了解一个人 有九个方面的阐述 所以我们很多人上当了 受骗了 被人家欺骗了 就是不会看人嘛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当中 早就讲了 看人 庄子说过 有九种方法 你们想不想听啊 第一 原始之而观其中 大家看到吗 原始之而观其中 就是远离一个人 来观察 他是否忠诚 你在他边上 他可能很忠诚 但是你离开他远了 你就看得出他这个人对你忠诚不忠诚 智慧吧 第二 静使之而观其境 什么意思呢 你与对方进行近距离的接触 你可以观察他是否还能保持对你应有的尊敬 因为人跟人只要近距离一接触 很快他不一定对你尊敬 这个人就是不知道轻重的人 第三 凡始之而观其能 什么意思 就是你将很多繁杂的事情交托于对方 而观其能就是你看看他能不能把很多烦恼的事情都能够解决自如 这个人就有本事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人说明没有能力 第四 竹然问焉而观其之 竹然就是突然去就某一个问题去问他发问 观察他思想的意识 当一个人做好思想准备回答问题不稀奇 当突然问他问题 他回答的问题代表了他的智慧和智商 所以你看我们的古人厉害不厉害 第五 即与之其而观其性 什么意思啊 你与对方约定的某一件事情 之期就是你跟他约好的事情 你看他能否遵守洛言 如果这个人对你不遵守洛言 这个人不可交也 第六 为之以财而观其人 你给他钱 让他管理钱财 你就看得出这个人是不是仁义的人 因为很多人看见钱就忘记了仁义 所以你将钱财托付于他管理和使用 你可以看到他对钱财的态度和运用 你可以看到他对你对事物的仁义道德 第七 告知以微而观其结 就是当对方置于危急的境地时候 告知以微就是告诉你 我让你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揭槽 也就是说很多人到危险的地方先自己逃走 让别人去受苦 让别人去承担危险 他自己逃走了 所以一到危险的时候 我看出来这个人是真英雄还是假狗雄 第八 罪之已久而观其策 就是说你让他 比方说这个人喝醉了之后 你看他的仪表 考察他是否善于克制自己的欲望 你看酒后很多人做坏事 酒后就做错很多的事情 那么这些人呢 你看他喝醉了 就能知道他心里 他对礼仪人自信的这种态度 第九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杂之以处而观其色 就是观察对方在不同的群体 啥就是不同的群体当中 和不同的场合当中 他到底对别人带人接物 有没有不一样 他看见这个人了 你好 看见那个 那这种人呢 就是不是太仁义 理智性的人 那么前后一套 所以不同场合 可以说出不同的话语出来 对不同的人 那么他会做出不同的方法来对待你 这种人呢 你要值得警惕 你看我们中华传统文化 庄子的智慧 好不好 厉害不厉害 所以台长跟你们讲过了 你们在很多的场合 有人多的地方吃饭 你们千万不要随便接电话 你们随便接电话 你们就马上显示出你们的水平了 你比方说你跟一个领导坐在一起吃饭 比方说电话来了 你拿起电话来 如果这个人比这个领导小的 你肯定是 好了好了 可以了可以了 知道 大块就打了 我这个人要吃饭 就管 领导 你看这个领导一看你 你这个人啊 小人呢 对下面这个样子 对我这个样子肯定也是假的 如果你接起电话 对不对啊 如果这个人比你的领导大 你看 你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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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好 你看这领导看了 你这人不就是看谁位置高 拍谁吗 你又 有问题了 所以如果人多的时候接电话 最后来说 对不起 我出去接个电话 不打扰别人 那是智慧啊 我们 有以上的九种方法观察人 可以发现 谁是不屑之人 谁是贤德之人 年轻人 整天活在后悔当中 因为他们不懂得看人 所以有一个笑话说 刚刚毕业的时候 几个同学呢 称兄道弟 兄弟啊 我们后会有期 对不对啊 好 毕业时候 结果毕业一年之后 有个同学发来短信说 兄弟们 后悔我期 什么意思啊 就是啊 你跟我太太啊 晚一点再见面吧 因为他太太很凶啊 他不了解啊 再过一段时间 又发来短信 兄弟们 后悔有期啊 后悔有期子啊 管得太太严了 再过一年 他又发了个信息 兄弟们 悔有后期啊 四年之后 他又发了个信息 给同学们 兄弟们 悔有后期啊 有一个人 坐在轮船的甲板上 看报纸 突然 一众大风 把他的新满的帽子 挂到大海当中了 只见 他很稳地摸了一下头 看看飘落的帽子 在水中 继续看报纸 边上那个人 不解了 先生 你的帽子掉到水里了 你的帽子 到了大海里了 知道了 谢谢 他继续看报纸 你的帽子 有几十块钱啊 美元啊 是的 我正在考虑 可以省些钱 再去买一顶帽子 帽子丢了 心很痛 但是你想想 帽子还能回来吗 说完那个人 又继续看报纸 这一段故事告诉大家 学佛人要明白 我们在人间失去了 已经失去了 何必大惊小怪的 耿耿于怀呢 在2019年 我们失去了很多 我们也得到了很多 但是2019年 已经过去了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住 今天胜过几百个明天 我们谁都有过 丢失过心爱之物的经历 比如刚发工资了 最喜爱的汽车被盗了 相处了好几年的恋人 拂袖而去 这些都会在我们心理上 投下 很重的阴影 有时候甚至 长期 折磨自己的内心 学佛人要明白 这是因为我们 没有调整好 自己的心态 去面对 没有从心理上 承认 失去 只成眠于 已经不存在的东西 记住了 我们人总是在回忆当中 回忆会使人痛苦的 而没有想到 一切都是佛法讲的 苦空无常啊 这个时间关系呢 我可能要挑选一点讲了 不能讲这么多了 这个笑话还是要讲的 因为我留点 还要留点时间 跟你们讲 今年的那个运程的笑话 有一位先生怕老婆 老婆让他理家务 这个先生呢 忙了半天 好不容易忙完了 他坐在沙方上 倒了杯水 刚刚想喝 不知道老婆从哪里 捡到了一只袜子 嘴巴里数落着 你看看你呀 收拾了半天 这东西还是乱扔着 啪一下子 说着把袜子朝他扔过来 说巧不巧 正好搭在他的水杯上 半只袜子已经泡在水里了 他忍无可忍地啪 拍了一下茶几 你 你 你 他老婆把眼睛 你什么呀 你 你 他一边伸手去捞袜子 一边笑道 你 你 你不知道 我只喝白开水 从来不喝泡茶的呀 一个人要懂得把苦转为乐 乐天之命无所求 寡欲才能清新甜 天地宇宙之间有一个真理 人在吃苦的时候 业力会消 会得到转化 吃苦越多 消业越快 业障消除 福分就来了 好 台长呢 有一次呢 就是 就是前几个星期吧 一个听众打进电话来 啊 这个 分享 菩萨宝佑他全家躲过两起车祸 啊 非常危险 半夜出行 两点多的时候呢 先生开车睡着了 差点出车祸 突然呢 菩萨意念提醒 边上 他坐在边上 他的太太同修了 说先生睡着了 前面有辆车 他马上推醒他老公啊 他老公就开车睡着了 推醒他老公 惊险的 避开了 正在冲过来的一辆车 此后 他们又在 服务区坚持呢 啊 就是他自己坚持要上卫生间 结果避开了 前面追尾的 十几辆撞车 你们听一听 当时的录音 谢谢大家 师傅 我分享一个事情 在2017年 同修全家人都在 三六九关节上 回老家的路上 菩萨妈妈保佑他们全家人躲过了两起车祸 事情是这样子的 那天呢 同修一路念大悲咒 求菩萨保佑全家人平安 到达目的地 晚上两点多 家人都睡着了 老公一个人开车 他念经 念着念着 也睡了一会儿 突然 菩萨一个意念告诉这个女同修 说 你老公睡着了 前面有辆车 然后他马上醒来 就推老公说 你睡着了 前面有辆车 他一下子醒来 果然前面有辆车 正对面 冲他们过来 老公赶紧打方向盘 躲过了 老公惊魂未定 就问他 你不是睡着了吗 怎么会知道有车 幸亏你提醒了 我不然惨了 幸亏菩萨妈妈提醒他 任何灾难的发生 就是一瞬间 真是感恩 菩萨保佑他们全家躲过车祸 然后他们继续开了很长一段时间 到了服务区 同修就莫名其妙非要上洗手间 先生说 你刚上了 怎么又要上 他说必须上 就在他上洗手间的几分钟出来后 看到前面连环追尾了十几辆车 先生对他说 幸亏你上了个洗手间 不然我们就在十几辆车的中间了 想起来都觉得后怕 他们再次感恩菩萨妈妈保佑 他们又躲过一次车祸 正幸亏你上卫生间了 我告诉你了 菩萨给你安排的 菩萨就是这样的 菩萨帮助我们从来 从来不要你们回报的 你们靠自己平时多做功德呀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这都是真事 好 接下来呢 台党跟大家讲讲2020年的运程了 好吧 我相信很多人不远万里赶到这里来 都想听听这个 这个2020年呢 大家知道是庚子年 庚子年自然灾害特别多 特别多 突发的状况呢特别多 整个天下呢 因为这个地球受到电磁波的干扰 因为受到干扰之后呢 会让人的心不稳定 那么很多人说 电磁波干扰对人有什么影响呢 我问你们 你们手机是不是用的电磁波了 对不对呀 你看现在的人能够离开手机吗 你们告诉我离开手机之后 你是不是整个一天都会心神不定啊 很多人看着手机笑 有的人看着手机闹 看着手机跳 是不是受到电磁波的干扰啊 离不开手机了 昏迫不齐了 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已经受到天象 受到电磁波的干扰 因为天象当中的电磁 紫外线 红外线 伽玛射线 在2020年将破坏影响着地球的磁场 造成大气环流的紊乱 所以你现在想想看 造成恶劣的天气 地质 灾害 火山地争 水灾 都是由一些射线所造成的 所以你们现在想想看 天时造成地球的脉冲紊乱 让WiFi和GPS 有时候都会产生分屏 你们大家都听到过 人家说把GPS 把人家引到河里面去听到过吧 有听到过吗 为什么呢 你看 因为这就是碰到亿万光年的 负载负能量的影响 它的射线负能量的影响 它就会影响磁场的变化 人跟人间的讲话 也会影响到磁场的变化 你看有些人跟你讲得蛮好的 突然之间讲一句话 出来怪怪的 所以你就说他神经病了 实际上他的思维分平了 叫分平了 所以人间的口舌争多 吵架分手率就会上升 所以道家说天人合一 我们佛法说心佛合一 2020年相克大于相生 大家知道什么叫相克吗 就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 做什么事情很顺利也有几个月份 但是做什么事情很不顺利也有很多月份 而这些月份大于你相生的时间 所以人跟人犯冲特别多 很多人容易想不通 你们看现在的人动不动就想不通 动不动就要打官司 所以改行业很难得到天助 如果你想改一个行业 天时地理并不能够帮助到你 创业选择你要特别慎重 各行各业都有点风险 最重要的每个人说话要谨慎 因为在庚子年讲话要学会守 不要去攻 最好不要与人争端 不要去跟人家吵 吵到后来你会得到很多的磨难 因为庚子年的时候保平安不容易 2020年的全世界会有很多的天灾 天气越来越恶劣 最大的现象就是春夏秋冬混乱一片 你看有些地方 该冷的地方热的不得了 该热的地方冷的不得了 有的地方热的来简直从来没有过 有的地方冻的来把人都冻死 而且人间思维产生的差异 罢工就多 动荡不安 在2月和3月 东南亚会有旱灾和大火灾 3月和7月会有泥石流和水灾 7月左右台风水灾泥石流地震都会有 8月份会有流行病 日本8月左右会有灾难性的台风和风暴潮 在4月和10月世界上会有很多的空难 特大的交通事故 10月左右 东南亚包括台湾地区有龙卷风和台风 另外2020年在东南亚还有火山爆发 地震和龙卷风 印尼继续会有火灾和水灾 2020年的最容易有瘟疫 而且非洲的瘟疫会继续蔓延 并会严重缺水 在世界上最多的旱灾的地方会有一亿人面临旱灾 在印度和新西兰继续会有大地震 马来西亚有水灾泥石流 美国西部会有大火灾风灾 澳洲10月 今年10月 今年10月还会有山火 在我们人的身体方面要特别注意 今年人最难过的几个部位是心脏 还有肺部 还有你的肾脏 要勤洗手 如果发现自己伤风 咳嗽 要特别当心 因为传染病会很多 菩萨告诉我 叫我告诉你们 要多吃黄瓜和西红柿 2020年在世界格局在欧洲会有很大的变化 对市场冲击非常大 整个2020年的经济不稳定 金融下跌很快 电企业受到冲击 网络金融不好 股市4月份非常动荡 5月份左右更加严重 所以买股票要小心 尤其是下半年 上半年的股票还不错 下半年会有麻烦 年终不宜投资 数年 整年的经济都不是太好 8、9月份很多人要当心 会有很多世界惊险的事情发生 所以买楼房被骗的会很多 只7月之后 7月之后 中等房价还会上涨 所以男士结比较多 女士今年倒是很好 会帮别人挡灾 女人会帮别人挡灾 所以身居高位的女士有货灾 家中不要放太多的金属物 包括电风扇这种金属的东西 如果不用要包包好 否则家里会惹货灾的 金属东西会破相的 所以在破财的时候呢 很多人问了台长这么多灾难怎么办 台长告诉你们 你们家里平时一天烧几次香啊 两次对不对啊 如果轮到你的本命年 记住了 如果你想破财的时候 不破相不破财 一天烧三次香 不但不破财 烧三次香 还有利于财运升高 那么在今年呢 人的相貌会变得很快 如果你一直动坏脑筋 你的脸相就变得很坏 如果你一直动好脑筋 你的脸相会变得很好 所以今年你们自己注意了 你们其实可以等我 看完法会 回家给自己造个像 等到今年年底再造个像 你看看变好还是变坏 你就知道你是个好人 还是个坏人 那么 在家里啊 不要听风就是雨 听到什么事情 要忍耐 要念节节奏 家里不要点蜡烛 否则异传昏变 就是点蜡烛的话 婚姻会有麻烦 今年的文昌卫在西南方位 整个地球在西南方位 家中呢 要少放透明的一些物品 记住了 山水画绝对不能黑白的 山水画一定要贴彩色的 听懂吗 家里在客厅的当中 一定要摆盆花 一盆花一个礼拜 你可以家里很吉祥 可以调整气场 因为花它是冻的 它是活的 家里的家具全部都是死的 放一盆花在那里 它花每天在开 每天在收 它收气场 它又散发出很多好的气场 所以为什么人生气的时候 你现朵花给它 它马上就会开心 为什么女人在生气的时候 你放在后面 看 你看它马上 气场好了呀 听懂了吗 那女人不开心的话 你送朵花给她了 你家里放一朵花 放在大家客厅的当中啊 会转换你们家里的气场的 大家听懂了吗 好 继续说下去 但是花不能买 全部白的 明白了吗 白花是什么 好吧 所以很多人傻傻的 家里买的花 一撮全是白的 家里过一段时间人 出大事 明白了吗 很多人在想 2020年多一点财运 那么多一点财运 刚刚说是避灾 破财 那么讲多一点财运 还有一个方法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 想不想听啊 教你们 香烧完之后 把香炉请下来 擦香炉 听懂吗 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有投资的话 把香炉抱下来 擦香炉 听懂了吗 擦擦擦擦 因为擦香炉是旺财的 听懂了吗 所以你们看 有很多法门 他们都喜欢擦香炉 明白了吗 洗东西啊 其实也是很宵夜的 所以你看 你不开心的时候 拼命地洗呀洗呀 我告诉你 心里 马上情绪会转好的 你看很多人生气 刚刚生完气 跑得去洗呀洗呀 厨房间洗洗过一会儿 他就 情绪就好很多了 他也是一种发泄的 所以洗刷刷 洗刷刷 好 如果家里有动土 一定要悬挂事物 我们讲 不是一种风水的事物 师父说 我们悬挂的事物是什么 那就是大悲咒 如果你家要动土了 请你们挂上大悲咒 山水化 2020年呢 还有很多官非产生 因为2020年的太岁呢 在正北方 太岁在正北方 所以呢 正北方 你不要去装修 不要去弄墙啊 搞来搞去的 装修 因为这就是印证了 中国传统文化上一句话 叫 太岁头上动土啊 听懂了吗 那么很多人喜欢家里啊 这个灯光颜色啊 彩色很多 一个吊灯上面呢 有绿的 有绿的 红的 黄的 蓝的 什么颜色都有 我告诉你 口舌是非多呀 所以墙上 今年也不要去拼命钉钉子 否则会破坏你的财运和健康的 现在沾的东西 沾的牢的东西多了 不要动不动就去钉钉子 大家听得懂吗 2020年犯太岁有五个生肖 你们在这里应该都有吧 老鼠本命年是直太岁 除老鼠大家当心 冲太岁是马 形太岁是兔 破太岁那是鸡 害太岁那是羊 所以这五个生肖都要当心 尤其嘛 老鼠要当心 害太岁羊要当心 破太岁鸡要当心 形太岁的兔和马 好一点 大家听懂了吗 婚姻方面 男女之间沟通 非常容易产生障碍 尤其不同种族的婚姻 跨国婚姻 会更多的争吵 会有很多的离异 所以要特别当心 那么夫妻当中 想谈一件事情 想谈得好 怎么办 师父要叫你们了 今天你要去跟他谈一件事情 跟老公谈一件事情 他可能会跳 可能会闹 最好的方法 跑到自己的佛胎前 不点香都没关系的 就冲着 观世音菩萨让我 化解跟我老婆 某某某的缘解啊 我接下去跟他谈事情 观世音菩萨 护法神保佑我 谈得好一点 你过一会儿 跑过去 老婆 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什么事情啊 快说啊 马上情绪就好了 你们试试看 试试看 而且呢 在今年要特别多念 萧灾即将神奏 记住了 4月 7月 9月 12月 特别要注意 婚姻不好 所以很容易吵架 在2020年 孩子读书方面 家里进门 靠左边 是好风水 靠右边 风水不是太好 读书的 所以给孩子 每天要念 欺骗大悲咒 可以保孩子 读书 智慧 充裕 家庭 平安 在2020年 所有的人 都会受到 大气层的磁场影响 心脏病人会很多 肾功能衰退 很厉害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 在今年特别累 爬也爬不起来 睡也睡不好 所以今年 师父就特别问菩萨 要吃什么 菩萨说 黄瓜 西红柿 还有菠菜 再加个菠菜 记住了 如果很多人 整天在家昏昏神城 很多人血液方面 不是太好的话 血压高啊 或者其他脑子 觉得不管用啊 头痛啊 多吃点卵磷子和钙片 在2020年 除了多念大悲咒 心经之外 要多念 消灾 吉祥神咒 和解节咒 那么还有很重要的 一个中国传统习惯 就年三十晚上 要烧铜香 保佑自己 一年平安 吉祥 希望大家好好烧香 好 跟大家大概讲了这些了 好吧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 以后有什么具体的问题 也可以写信到秘书出来 有什么问题 师傅整天呢 在广播里 也在回答大家这些问题 希望大家好好学佛修心 最后呢 台长还是要跟大家了解 虽然他们规定 我时间已经过了 说有一个朋友的哥哥嫂子 都是抱脾气 两人动不动就开火 于是呢 这个朋友就劝他的哥哥 他们不休心的了 他就说 下次你老婆发脾气之前呢 你自己想发脾气之前 你先试试 深呼吸 然后念十遍 不要发脾气 不要发脾气 看看你火气 能不能消下去 那么有一天晚上 他嫂子呢 跟他呢 又为一点小事生气了 一直巴拉巴拉 在骂人 哥哥呢 想起他弟弟的话 深吸一口气 他老婆注意了 然后他心里开始默念 不要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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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到第五遍呢 他老婆一巴掌就算过去了 兵马掌 你居然敢念咒语 诅咒我吗 现在人气量小 而且很敏感 在人间的烦恼当中啊 解脱不出来 所以我们学佛人 一念解节奏 化解忧愁啊 所以 学佛解忧 烦恼化 走遍天下 都不怕 热恋的时候 情侣两人感叹 我们上辈子 积了什么德呀 能让我们俩 这么幸福啊 结婚之后 夫妻两人 常常怀疑 骂自己 上辈子我们做了什么孽 活着怎么真难受啊 这就叫缘分 所以缘分 要靠佛法来浇灌 要改变自己 所以台长说 人生不学佛 红尘无奈何呀 社会上有一句话说 如果一个男人 只知道拼命的挣钱 却从来不注意 自己的健康 最后 等于再给自己老婆的 下一位男人打工 看什么 死了吗 对不对啊 同样一个女人 拼命省钱 啊 接约 却不学佛 不注意自己的修养 天天在家里 跟自己的老公闹 是在给自己老公以后的 另一个女人 疼地方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学佛人要懂得 别人犯了错 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去包容他 善于原谅别人 你自己生存的空间 就会越来越大 能够原谅别人的人 是因为他懂得 曾经受过仇恨的伤害 你原谅别人 因为你也被人家伤害 你就不要再去伤害别人 让别人承受和你一样的痛苦 宽容是宝贝 生命才可贵 只有懂得失去的痛苦 慈悲 才能显得 更加的珍贵呀 曾经 曾经流过眼泪 学佛得到安慰 曾经生活艰难 学佛得到平安 成功和失败 只是我们人间的一个过程呀 过了就没有了 我们人的一生 就像一列火车一样 能够有起点 没有一个终点的 所以上上下下的人 都是你的善缘要珍惜呀 所以辉煌与暗淡 只是一种自然 挫折让我们懂得千方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失欲 让我们懂得人间的悲与欢 学佛人 要懂得人生无常 知足常乐 你才会走上 解脱之道 在每一次台长红阀结束之前 我总会说两个笑话 说两个笑话 让大家开心一下 第一个笑话 听好了 现代人着迷网络 有一天晚上 有一个老公 准备睡觉了 刚上床 他们小夫妻刚结婚不久了 就喊起来 老婆 昨晚儿子尿床了 我早上叫你把被子拿出去晒 你晒了没有啊 老婆在内房说 是啊 我晒了呀 老公说奇怪呀 今天天气这么好 被子怎么还是湿的呢 都没有晒干呢 老婆 你放在哪里晒的 老婆说 我放在了朋友圈里晒的 这个还不够精彩 再来个更精彩的 你们听好了啊 这个精彩的 听最后啊 把这笑得你们哈哈大笑 有个大公司 晚上有一千人 开那个庆功会 开到精彩的时候 突然停电了 老板马上派出十个人 啊 他不想把庆功会停下来 派十个人去买了一大捆 三百支的蜡烛过来 接着开 全部点好了 啊 开到一半 老板好像想起了什么 啊 他一看这么多蜡烛嘛 他就随口问了一句 啊 今天有谁过生日啊 有一个同事 以为有好处拿了 赶紧举手 老板 我过生日 我过生日啊 老板说 好 等一下我们开完大会 你负责把所有的蜡烛给吹灭 人生如梦 只有借甲修真 放下自我 我们才能心无挂碍 无挂碍故 才能找回自身的佛性和本性 心灵法门就是让我们爱国爱民 尊纪守法 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心包太虚 情修界定会 渐行六度波罗蜜 才能成为人间的菩萨 共攀世圣 铸造人间的心灵净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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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开心 非常开心 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每一个人都要努力 每一个人都要学佛 因为为什么呢 人生啊 就是靠一种智慧活着 如果你今天这个人说 我身体很好 但是你没有智慧 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啊 很多人一辈子 哎呦我身体好了 什么好了 什么好了 都不行的 一定要智慧 希望大家呢 活着要有智慧 人 一定要为别人活着 你才会越活越有智慧 整天为了自己 为了一点私欲 你活的时候 人家不喜欢你 你死了 人家也没人怀念你 所以一定要学菩萨 一定要好好地修心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就是有缘分的人 有个人问我 师父啊 我一生为什么一直没有贵人呢 台长告诉你 你身边的人为什么没有贵人 因为你没去帮助别人 你今天去帮助一百个人 如果有二十个人回馈你 你就有二十个贵人 如果你自己帮助一千个人 会有一百个人来回馈你 你就有一百个贵人 所以多多地帮助别人 那就是佛法界讲的慈悲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 一定要好好的 心要干净 心灵要纯洁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 学佛 首先要爱自己的国家 要爱国爱民遵纪守法 每一个人要懂得 我今天所布施出的 所有的佛的力量 和自己的努力 都要反馈回社会 要反馈回国家 要反馈让世界更和平 所以台长在新年 中国新年将要来临之际 祝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家庭幸福 工作圆满 学佛 精进 三天跟大家在这里 非常的愉快 也希望大家 能够得到更多的能量 我刚刚一直在求观世音菩萨 求我们伟大的佛陀 还有 没想到 弥勒佛也来了 今天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努力 菩萨的加持离不开 我们人活在世界上 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 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佛 我告诉你们 你们记住了 人在做 天在看 好好地学佛 你一定希望永存 希望你们每个人坚持努力 去攀登自己心灵的高峰 谢谢大家 还有两个礼拜就要过我们中国新年了 希望大家年三十晚上好好烧烧头香 我告诉你们菩萨非常灵 有的人在我们这里刚刚头香烧好 当天就灵业 菩萨保佑啊 菩萨保佑我们啊 好好地努力 你们都是好孩子 这个社会需要好人 这个世界需要善良的人 需要大家好好的共同地努力 来维护这个整个地球的和平 人类的健康 精神健康也是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精神上 也能得到更多的充实 能够得到更多的 菩萨的善良的理念 好好学习 好好修心 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祝福你们 菩萨保佑 谢谢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感恩大慈大悲的卢金红台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